世病游青将病人视为家人般的照顾 来看一位年近90岁的侯奶奶 她的家中不慎滑倒 造成脊椎受伤 台北辞职医院的中医师吴沛青 除了为她治疗 还跟复健师和社工师研究商讨 找到合适的辅助备价 直接送到奶奶的家中 因为台风天滑倒 造成脊椎受伤压迫的侯奶奶 由于担心开道的风险 因此前往中医治疗 经过三个月的细心调养 背部疼痛的症状已经缓解许多 胸腰椎的压迫性 骨折造成了疼痛 其实细腰的止痛药效果 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 我们就大概开一些活血化育 止痛的中药来帮阿嬷做治疗 当初为了减轻侯奶奶背部疼痛的状况 吴沛青医师特别邀请到 附健科医师与社工师 寻找可以辅助奶奶行动的备价 并送到家中替他穿上 我们希望能够把病人当成 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 如果说就是看到阿嬷 我们就想到就是 如果今天是我自己的家人 或是我的长辈 就是受到这样子的疼痛的话 我会希望他得到什么样的照顾 因为师傅你手差不多在这个馆头 这个差不多到够吃 我们差不多馈馆这样 侯奶奶在背架的辅助下 除了日常生活行动之外 也回到他最爱的环保工作 医疗团队更到此来关心他做环保的情形 他真的三十年穿 我们不是说一个旧婷 旧婷让我穿稳稳 会舒服 我像他这样感觉 好像像自己的亲人 这样跟他照顾 除了照顾侯奶奶的健康之外 也针对环保之公们 平时在搬重物分类等各种动作 进行姿势解说 将每位守护地球的环保菩萨 当作是自己的长辈班 守护着他们的健康 大爱新闻黄线张正龙台北报道